小葱炒鸡蛋的做法 小葱炒鸡蛋波浪符葱为厨房烹调必备品之一 葱不仅可以作为调味之品 还可以防治异病 可谓加输良药 小葱的主要成分为葱素 具有较强的杀菌和抑制细菌 病毒的功效 小葱对血管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 能防止血栓的形成和降低血脂 对预防冠心病和脑血栓大有好处 还可以解热 驱痰 促进消化吸收 抗菌 抗病毒 还能防癌抗癌 小葱炒鸡蛋 是很有营养价值和顺应节气的最佳吃法 刚上市的小葱 葱白短 绿叶多 口感不是很辣 有一种特有的香味小葱炒鸡蛋银 养价值而营养上来讲 小葱的蛋白质 矿物质和胡萝卜素含量相对较 高 每100克中 小葱含钙72毫克 大葱仅含29毫克 小葱含胡萝卜素840维克 大葱仅为60维克 此外 小葱富含葱蒜蜡素也称大蒜素和硫化饼期 一方面能除新增腔 刺激消化一分蜜 让人食欲大增 同时蜡素含有较强的杀菌功效 促进汗腺 呼吸道和泌尿系统中相关腺体的分 蜜 金瓷与姜 红糖一起熬制成的葱姜水适制 疗风含感冒的一剂中药 而鸡蛋一直被认为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 热量很足 每100克有145.00大卡606000胶 并含丰富的含有蛋白质 脂肪 卵黄素 卵磷 维生素 小葱一把 鸡蛋三个 花椒粉少许 盐一勺 油适量 一小葱起劲 鸡蛋打散 二葱切断 三多放油 先煎蛋 四再放入小葱 花椒粉 盐迅速大火翻炒 保护胜出战